各位同学好,在这段影片里面我们要简介神经系统的功能。 除了免疫系统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来面对外界病原体的攻击之外, 所有内在环境以及外在环境变动的刺激都是借由神经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加以调节。 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温习国中所学过的神经系统的功能, 同时介绍神经系统各个部位之间如何串联它的功能来完成调节的作用。 在国中我们学过当刺激出现的时候,不管它是一个外在环境或是内在环境的改变, 我们的身体都可以藉由感觉受气加以搜集。 将这样的刺激传入中枢神经系统做统合处理之后, 会发出一个命令传出来到动气上, 然后完成反应来因应这个刺激。 我们现在来举例说明整个过程。 这里有一只小老鼠出现了。 老鼠的天敌是谁呢? 对了,老鼠的天敌是猫。 猫有各种感觉器官, 像现在它的眼睛看到了这只老鼠。 老鼠会移动,也有气味。 老鼠也可能发出声音, 所以猫的其他感觉受气, 都可能同时侦测到老鼠这个食物的刺激。 当这些受气兴奋之后, 就可以将这些感觉传入中枢当中。 它的中枢神经系统就是脑和脊髓, 在这个地方可以达到讯息的整合。 于是它判断这个食物要用什么方式来捕捉到它。 整合好的动作命令就传出来到动气上, 所以它的嘴巴打开, 爪子伸出来, 向前扑过去, 然后把这只老鼠咬起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反应当中, 老鼠是一个外在食物的刺激, 借由各种感觉器官, 搜集到讯息之后, 将这些感觉, 透过神经系统输入到中枢。 在中枢里面做完资讯整合之后, 运动的命令传出来到动气上, 完成捕捉食物的这个反应。 除了这个例子之外, 我们外界还有哪一些刺激呢? 我们举例来说, 有光, 味道分子跟气味的分子, 温度, 温度的改变也是一个刺激, 压力的变化, 升波的刺激, 以及体内渗透压等等, 有各形各色的刺激。 要侦测到这些因子的变化, 动物体就具有各类专一性的受气来接受特定的刺激。 例如接受光线刺激的就是视觉受气, 像我们的眼睛, 里面视网膜有感光细胞, 而气味分子则要看它是气态或者是溶于水的。 如果是气体分子, 就可以借由嗅觉黏膜上的嗅细胞来加以感受。 如果是溶于水的化学分子, 则在舌头上面我们有味蕾, 有化学受气来接受这些味道的刺激。 而温度的变化, 较高的温度, 则会引发我们皮肤上的温厥。 较低的温度, 则引发皮肤上的冷觉受气兴奋。 而压力的变化呢, 如果是轻的, 会在我们皮肤上产生轻触觉。 较大的压力就产生一个压绝。 如果压力再更大一些, 就会引发皮肤的痛绝。 生波的变化, 则有听觉受气来接受刺激。 而我们体内渗透压的变化呢, 可以有一些渗透压受气, 引发我们身体产生口渴的感觉。 除了这些刺激之外, 还有非常多种的环境变化, 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有许多相对应的感觉受气来接受这些刺激。 接受了刺激之后, 就可以透过感觉神经元, 也称为输入的神经元, 将刺激的讯号送到脑合脊髓。 在脑合脊髓这里, 有非常多的联络神经元, 也称为中间神经元, 将这些刺激的讯号综合判断。 最后再将运动的讯号, 藉由运动神经元传出, 到动气上。 做资讯整合的部位, 就是我们所谓的中枢, 我们称它为中枢神经系统。 将讯号传入传出中枢的, 就称为周围神经系统。 讯号传到了动气上之后, 我们来看我们身体有哪些动气。 一般来说, 动物具有腺体跟肌肉作为主要的动气, 讯号传到腺体上就引发分泌, 讯号如果传到肌肉上, 就会产生收缩, 来完成一个肢体或是躯体的运动。 有一些动物还拥有发光器或是发电器, 运动神经元传出来的讯号, 也可以使有发光器的动物产生发光的行为, 或者是像电蛮这类的动物, 则可以产生极高的电力。 在后面的单元中, 我们会仔细地来介绍神经元的种类, 以及神经元的构造。 同时, 我们会详细地说明中枢神经系统, 脑汗脊髓的构造以及功能。 作为神经系统呢,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了解, 有专门负责传入讯号的感觉系统, 以及专门传出讯号的运动系统。 而运动系统把命令传递到, 还可以依照这样的行为是随意或不随意, 把它区分为两类, 是能够随意运动或是随意分泌的, 这种我们就称为体神经系统。 如果是不随意的, 就称为自律神经系统。 而自律神经系统当中, 还有胶感神经跟负胶感神经, 两类不同的神经纤维, 分布在同一个区域上, 但是它们的作用却相互相反, 我们称它为结抗。 举例来说, 当胶感神经兴奋的时候, 会抑制消化到肌肉的蠕动, 而腹胶感神经呢, 则会促进消化到肌肉的收缩蠕动。 像这一类, 不能够用大脑意识控制的部位, 就受到自律神经系统的调控。 可是像我们举手, 走路, 说话, 这种可以用大脑意识来调控的, 就属于体神经系统。 简单的来说, 体神经系统控制的就是骨骼肌, 而自律神经系统调控的, 就是平滑肌跟心肌。 周围神经系统, 除了用功能来区分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它发出的部位, 把它分作两类。 如果这些感觉输入跟运动输出的纤维, 是连接到脑的, 我们就称为脑神经。 如果是连接到脊髓的, 就称为脊神经。 其中脑神经有12对, 脊髓神经有31对。 在下面的单元, 我们也会针对周围神经系统做详细的介绍, 同时也会深入地说明, 如何以神经系统来调节肌肉的收缩, 达到随意的运动。 以上是我们对神经系统功能系列影片的一个概要介绍。